2022年9月2日 施永清 施观点 香港人才问题面面观 近年香港人口流失得很快 而流失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导致很多行业都出现招人困难 很多崗位都无法補决 影响企业的营运 也会影响香港在全球的竞争力 要解决这个问题绝不容易 原因是回归进入第二个阶段 国家对香港的政策出现了一定的改变 那就会必定会有一部分香港人无法适应 他们选择离开是难以避免的事 中国政府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为香港制定了一套未来的发展的大方向 对这部分在殖民地成长的香港人 可能是难以适应的 这批人对现实世界认识不深 不以为外边有一个更理想的世界 所以想出去藏一藏 要劝服这批人不走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的信念是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 心态里形成的 不会因为三言两语就在价值理念上有所改变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不可能为了适应他的理念 而调整香港的政策 因此选择移民的人要在外国生活一段时间之下 起码三至五年才会明白政治是不理想的 在现实世界生活有的只是妥协 到时候他们就会明白香港的时空环境其实都不错 世上并非处处都有这么好的发展机会和生活质素 现在中国的政策正是向左倾斜 发觉不能够适应的香港人只会更多 此之所以我认为移民潮尚未告一段落 禁后还会不断有香港人移港 令香港的人才问题变得更加紧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 香港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只能靠外求 即是向海外和内地招募 有人建议香港应该学新加坡 向外来人提供税务优惠 房屋和子女教育津贴等等 如果能够做到 邵永青当然不会反对 但我们现在更加需要做的是 减少人才来港的阻力 来港工作的签证并不容易取得 在增加吸引力之前 邵永青认为应该先切发消除阻力 现在社会上仍然有不少人抗拒 从外面输入人才 担心外来人才会抢走港人的工作机会 以及分拨港人的社会资源 这种心态不改变的话 香港人才问题是改变不了的 我们在学习新加坡之前 其实可以学习一下内地城市的开放政策 他们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的 有企业肯聘用的就可以视作人才 欢迎来到他们的城市工作 未找到工作的 也可以先住在里生活 然后再去找工作 自己负责生活费就可以了 一找到工作就可以上班 工作签证可以慢慢保办 香港不用一次过放得这么轻松 可以用工资水平来决定是否人才 现在港人工资中伪数大概是两万元每一个月 凡是雇主愿意出这个中伪数一倍半的 即是三万多元月薪 就可以视资为人才 多多请都可以 相信这样一定有助香港的人才问题早日解决的 感谢观看